Yo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很高興要跟各位分享我的玩具啦 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東西呢 你們其實從剛剛一開始看縮圖 大概就知道我想分享什麼東西了 這一款呢是作為一個 阿森TOYS 在201幾年 忘記了 所推出的一款商品 掛名在EX合金系列裡面的 顧名思義呢 它就是整支滿滿滿的合金 那這個玩具呢 為什麼會有呢 我們先感嘆乾爹 讚嘆乾爹 乾爹好棒棒 如果乾爹沒有贊助的話呢 基本上這隻玩具我可能是這輩子 都不可能拿來玩到的啦 那當然這隻呢 真的是誠意滿滿 那當然有好一定也有壞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這一隻 當然就是GATCHASPARUDA 大家都知道的一個科學忍者隊F裡面的一個 載具 五人載具GATCHASPARUDA 當然台灣翻譯叫做 旋風斯巴達 旋風斯巴達是這一隻的名字 它是由五個機體組合成一隻 像三角形一樣的飛機 當然這個東西在早年的台版玩具裡面呢 有這一隻的一個台版的簡易組合版 那個玩意現在的價格已經突破天際了 已經突破到銀河系去了 那個真的是整個沒錯的 即便是台版 那當然呢 這支這個系列玩具呢 不論是組裝版 或者是它的一個POPBY版 還有 它或是它的台版 那個所有的只要是這一支 它的價格都突破天際 當然有機會 如果你看到價錢是你能夠接受的 爛爛電下去就給他帶回家 完全不要猶豫了 這支也是 ES合金的這支也是 記得 千萬不要猶豫 因為這個東西 雖然說他推出了一段時間 價格真的是幾個沒差沒小 但是真的是好玩 ok 那當然盒子就是這麼大一個 這個是他的核套 這邊有他一個內容物 玩具的內容物 裡面跟你講總共是有五支機體 所組合而成的 他的名字在這裡 2號 Ga-CHA-1號 Ga-CHA-2號 Ga-CHA-3 Ga-CHA-4 Ga-CHA-5 真的是非常的懶 日本人當初在取這種 機體的名字 為什麼他這麼懶呢 因為他要方便小朋友好記 如果他取了一個 李奧納多迪卡比歐這種名字的話 當然小朋友一定記不住 所以他就選擇退游球棋士 取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名字 Ga-CHA-1 Ga-CHA-2 Ga-CHA-3 OK 沒了十二 直接進入一個玩具的內容物介紹吧 首先 這款Ga-CHA-1號 當然旋風斯巴達的1號 這一支 當然我買的這個是 就是他的一個發動之前 戰鬥之前的發動設置前的一個配色 就這樣紅紅的上面寫的一個1號 當然呢 竟然掛在1X核金嘛 就是當然是整支核金滿滿 塗裝滿滿 這都是我最討厭的塗裝加核金 整支都是不要懷疑 95%都是塗裝 跟大概70%的核金 所以當然這個單支你感覺不到他的重量 整套拼起來是 擋到真的是 浪到你家的地震就開了 好的那1號像這樣子 造型是像這樣 裡面一樣有他的一個駕駛座 非常的清楚的一個駕駛座 然後搭配一個透明的玻璃零件 後面是核體的一個核體插孔 裡面呢 當然他不會因為他是核體插孔 那就忽略掉他的細節 一樣是細節滿滿滿 裡面一個噴射孔 細節滿滿 然後呢 底座下面下面這邊呢 一樣有一個專屬的他的一個 這個 升降這個 起落架 輪胎這種起落架 這樣單體也有 所以可以讓你這樣好好的 穩穩的擺在你的桌子上面 非常極漂亮 這是1號 然後呢 2號呢 是作為一個 一樣合體擔當的其中一個部分呢 他是掛在 陸地行走的這種像賽車一樣的造型 這隻像賽車一樣的造型 個人是覺得非常的漂亮 一樣有4顆輪胎 輪胎呢 真的每一顆其實都是可以滾動的哦 像戰鳥輪胎都可以滾動 那這邊呢 有一個因為他要收納成 收納在裡面的一個彈簧 這個彈簧也可以變得像避震一樣 左右可以像這樣左右避震 很厲害 然後幾乎整隻的底面這邊 全部都是合金零件 全部都是合金零件 整隻就是塗裝滿滿 然後呢 一樣 駕駛座是藍色透明零件 裡面可以看到有那個操作 那樣操作桿 然後是2號機 2號機 這樣 旁邊這兩個是他的一個 F1 類似上F1賽車旁邊那個裝飾品 非常的漂亮 後來3號機 就是他作為一個一樣是空中飛行用的飛機 這款3號機 等一下我鏡頭調整一下 那這邊一樣有兩個像這樣的渦輪 渦輪是可以做旋轉的 裡面是一個 錨釘然後讓他可以旋轉的 所以這是可以手動轉的 非常的滑順 那3號機 一樣呢有一個駕駛艙 起落架是絕對不能少的 然後呢 加上了這次的阿順TOYS 因為他知道他這整支的配重非常的重 所以他給了你一個 這個固定用的起落架用的腳架這邊 你把這個零件推過去之後呢 這邊會解開一個卡索 你的起落架就可以像這樣收納 那如果呢 你要把起落架叼起來呢 就是把這個往上扳之後 這邊有一個凹槽 把這一塊再給他推回去之後呢 這邊就會固定 你就壓不回去了 這也是一個保護裝置 然後呢 這一整根呢 因為他是 他擔心說你在把玩色強度會不夠 所以這邊使用的是一個金屬的鑄模零件 所以你也不用怕壓斷 但是呢 輪胎只是一個造型 所以他沒有什麼可動度 只是這是一個造型像這樣 這樣 那飛機當然呢 這支呢 合金配重也是非常的重 這一整塊 跟翅膀全部都是合金 那當然喜歡合金的人呢 這支你拿在手上呢 就高潮了 百分之百高潮 絕對潮催的那一種 超重 OK 然後呢 接下來介紹到的 Gaja4 4號機 這一款 一樣是地面的偵測車 這個一樣 他是用像這種鋁帶的 四個鋁帶的偵測車 當然呢 這一支呢 拿到手之後呢 其實我先跟各位講 這次在當年發售的時候 到現在 他都有一個很嚴重的缺點 就是因為 他這個輪胎這邊使用的是一個 這個鋁帶是橡膠零件 有沒有看到 這是橡膠零件 他是真的可以滾動 真的可以撸的 但是呢 因為是橡膠零件 像這個接縫的地方 這邊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個 就是橡膠零件 在准一圈的時候呢 他有一個接縫的一個接縫處 這裡 這裡呢 他是 強度來說是不太夠的 所以他很容易就會 斷裂 所以我是建議各位 這次買到的時候 輪胎就不要去滾他了 因為滾他呢 這邊的 這邊這個接縫的地方 他的受力一面非常的強 很容易會滾斷掉 這也是你在市面上看到 有蠻多這種補件的 剛舊版的POPPY版本 也有這個問題 所以呢 建議各位就不要滾他了 知道他可以撸就好了 好不好 那當然呢 在這個單體的形態下 就是像這樣 月面的探測車 上面這邊呢 是可以做到一個旋轉的 非常的有誠意 上面一個旋轉的 然後後面這兩根呢 就是他的類似那種 接收用的天線 但是這個天線呢 它是一種比較偏硬質的塑膠 所以你在把玩上 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這個地方不要壓到 壓到一定就是斷掉 斷掉就沒有救了 好不好 那整支也是一樣 合金含量非常的重 幾乎整個車頭 全部都是合金配置 這個車底跟這個地方 也都是合金的 那造型上來說呢 就是非常的漂亮 整台都是白色的 然後白色的搭配 那個黑色 藍黑色 深藍色 深藍色的這種配色 非常的好看 前面這邊一樣是一個藍色玻璃 裡面一樣有一個駕駛座 可能這顏色比較深 可以看不太清楚 但是確實是有的 好 最後一支 這個Gazza 5號 這一支 一樣有點像是那種 類似那種工程作業車 月面 前面就是一個類似推土的那種工程作業車 然後這是取東西的這個夾壁 夾壁使用的是一個齒輪關節 有沒有看到齒輪 這裡也是可以做額外旋轉 當然夾壁就沒有辦法做開合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不過也沒有差啦 因為你要玩的就是它的整支的合體 所以這個其實就還好 然後呢 這個夾壁的這個地方呢 它因應它的一個變形 它是可以做到可以伸縮的 這樣可以伸縮的 然後當然這一支整支都是合金的 這個整根支架跟這個夾壁 跟這一整個做 全部都是合金的 你完全不用怕吧 把它凹斷 然後這一整支呢 合金的配重量呢 都是在這個翅膀 翅膀擬 翅膀上面 其他就是都塑膠 但是有做一個 塗裝 然後這支就是唯一一個 幾乎沒有全機塗裝的 就是這兩片 黃色的地方跟這一塊沒有塗裝 也好險 不然這支真的玩起來也是很累 一樣它是六顆輪胎 都是可以滾動的 是錨釘的 一樣它是一個做到一個 可以活動的姿態 好啊捏 那當然呢 這支玩具呢 單體就介紹到這裡 然後呢 當然你們也比較期待是 它可以合體成 Gadja Starobank的那個造型 對不對 它在裡面有一份像這樣子的一個合體說明書 然後跟你講怎麼正確合體 當然啦 它的合體呢 其實 每一支它合體 基本上 我說真的啦 它是沒有什麼 太大強制性說 你一定要哪一支跟哪一支先合 照著順序去合 它其實沒有特別強制硬性規定 你要怎麼玩 但是呢 它建議各位啦 在合體的時候呢 還是 照著順序一支接一支來玩 好不好 那我們就Volus 直接進入一個玩具的變形合體吧 當然呢 我們先來玩它的一號 跟三號的合體 就是最前面的兩端 二號我們做最後一個 跟前面三號四號五號的合體的一個零件 一號呢 基本上沒有什麼變形結構 你只需要把它的輪胎 收納進去 這裡給它蓋起來 這樣子 這樣就好了 然後呢 旁邊這邊有兩塊這個零件 在這個合體形態下 這兩片呢 是要把它收納進去的 然後像這樣子收納起來 你按這個按鈕之後呢 它在單體情況下 我們看清楚一點 單體情況下呢 這兩塊是像這樣凸出來的 左右邊這兩塊 合體的時候呢 你要把它推進去 它就會變像這樣子 完全貼合這個地方 一號的合體前置作業 然後呢 三號拿出來 三號的變形呢 你要先把它的上面這兩個 像翅膀 像那個飛機尾翼的東西 往下蓋起來 然後呢 這個翅膀的這個地方呢 把它往前折 對到這邊一個卡扣 扣起來 然後呢 然後呢 接下來呢 你要把它的整個起落架 就我剛說的 這地方給它收納進去 啊來呢 這裡 這裡有一個機頭的這個位置 這裡 你看到這邊有一個機頭壓進去呢 會連接到這個零件 你把它壓進去之後 這裡會有一個小小的凸點會彈出來 這個是解除按鈕 按下去它就可以解除了 這一顆 你看到這邊只要你壓進去 上面就有一個 針會跑出來 按呢 像這邊就會跑出一根凸點 其實啦 正常是你這支組進去 是要順著把它壓進去 這個會自己凸出來 但是我不建議各位這樣玩 因為它全部都是塗裝 一根二 裝進去之後呢 這個卡扣先向上把它扣好 你會發現它其實扣不緊 鬆鬆的對不對 原因就在於呢 翅膀的下面這邊有一個 這個像這樣子的凸點 推出來就會凸出來 這個東西呢 你在合體的時候呢 一根二號結合起來之後呢 我們再來做結合 下面就把它往上推 按捏 你看 非常的穩固 按捏就結合好了有沒有 然後剛 頭伸進去之後呢 就會連接到它第二個這邊會凸出來 這是一個 三號要接到四號時候的一個連接零件 那一樣就沒了是直接進入一個四號的變形 那四號的變形呢 也蠻好玩的 就是把上面這個地方先收納起來 然後呢 左右兩邊呢 輪胎這邊齒輪關節 調整到前面這裡來 非常的爽 調整到前面來之後呢 左右這兩邊 翻起來 就變成它的一個翅膀的零件部分了 這個非常的巧思 舊版的 那個Puppy的DX版也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這邊變好之後呢 因為你要跟三號這邊做銜接 這邊其實它也是可以活動的 也是可以按壓的 然後這支就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呢 你先翻下來 這裡你會看到有一個連接用的這個連接杆 你把它翻出來之後呢 會看到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凸點 這裡是可以壓的 那這個零件在變形這支之前呢 你要先把這個地方往內壓一點點 然後把這個零件向內壓到這個點之後呢 你要記得 這邊收進去之後呢 這個點等一下再結合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它向內壓 跟三號那支做結合 像這樣子 在你組進去這邊的時候呢 你壓進去之後呢 這個卡扣一定要往內壓 這樣你才可以把三號跟 三號跟四號結合 這稍微卡住 然後呢 這時候再把這一塊 整個金屬的這個零件卡在它的一個三號的下面 組合起來 像這樣子 它就會非常的 幹 它其實就會非常的穩固啦 因為它還要再大一支四號 好 帶一支二號下去啦 好像扣起來 四號跟三號就可以做到一個 很漂亮的連接 那當然等一下你 現在你會覺得好像結構不是很穩 因為你還沒有把二號組合下去 二號再組下去就完美了 好 安捏 然後就一三四五二 這樣的順序好不好 OK 那五號呢 這支五號 這個類似月面清掃車 你在變形之前呢 旁邊有兩個按鈕 你要先把它按下去 把這個輪胎 上面這個輪胎彈出來 按下去 好 這邊輪胎就會彈出來 好 彈出來呢 這時候你要把你的這個 夾壁的地方呢 收納起來 收納起來之後呢 這裡原本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你要把這個零件 這一塊夾壁旋轉到 這個位置 大概到這邊 先不要收納進去 大概到這邊 然後折下去之後呢 再把它收納在輪胎的下面 好 安捏 再做一次 旋轉之後呢 把它收納在輪胎的下面 像這樣收納在輪胎的下面 然後呢 這個 這個推堵的地方呢 旋轉上來 這邊有一個 兩個公母的凹槽 卡扣對凹槽 把它組下去 安捏 好 安捏 好 安捏 另外一邊呢 一樣旋轉 公母卡扣 組合下去 像這樣子 好 然後全部確認過之後呢 我們就要來做一個合體了 然後呢 3號跟 5號跟4號的合體 就是這樣直接放進去 安捏 直接放進去 然後這邊3號跟4號 你會發現有點犀利 好 因為他們就是 這裡面是有內藏磁鐵 所以這裡跟這裡的 之間的結合呢 會有一點點犀利 這還蠻意外的 然後呢 這邊 卡扣對這裡 給它組進去之後呢 另外一邊也是 卡扣對這裡給它組進去 4號跟5號呢 有一定的犀利 磁鐵的一定的犀利 但是這樣其實還是不夠穩固的 最後的最後呢 我們要讓它完美呢 就是要把它的5號 把這個2號 這隻第5隻 組合下去 那組合下去之前呢 首先一樣來變形 來一樣輪胎 剛剛不是一個左右可以用的Cousine嗎 我們把這個左右可以用的Cousine呢 把它 往內壓 下面就被壓緊 然後呢 接下來這個輪胎的零件把它翻起來之後呢 收納在這邊這個凹槽 至於這個輪胎啦 你在翻它的時候呢 當然裡面它有內附一個小小的工具 讓你把這個輪胎挑出來 當然其實也不太需要 你手指頭只要伸到這個縫裡面去 輪胎就可以很輕鬆的挑出來了 其實也不太需要它給你的工具啦 只要你手指頭伸的進去 就可以把它很輕鬆的翻出來了 好啊捏 OK 那這個輪胎收納之後呢 這個 前面這兩個地方呢 把它向內折 這邊一個內折的關節 把它向內折到這裡 這樣扣起來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凸點把它推出來 這邊一個小小的凸點把它推出來 像這樣子 這個凸點呢 就是要結合 3號 4號 5號的一個小卡扣 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推出來之後呢 這一整支就運用這個卡扣 跟這個卡扣的連結 我們就可以把它的 全部都合體起來了 首先這個卡扣給它從這邊給它伸進去 然後呢 這個底面這裡呢 跟這邊地方做結合 給它組合起來 稍微給它壓一下 給它再做最後的確認 那經過了幾個 簡單的合體變形步驟之後呢 這一款 旋風斯巴達 G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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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Down 這一支就變形完成了 Spa-Ru-Down Ga-Ga-Spa-Ru-Down 就變形合體完成了 就可以看到一個三角形 很漂亮的三角形 然後拿在手上呢 它就是這麼的一個 這麼的大支 大概 大概二十幾公分 快三十公分 二十五公分左右的大小 從頭到尾就這麼大 然後每一支呢 合體起來之後呢 它因為它有一些卡扣的支持呢 所以合體的強度呢 個人是覺得還不錯啦 都還蠻棒的 然後呢 前後因為它每一支 都有不同的顏色的色差 所以呢 會讓你知道 它就是故意讓你做的 就是五支 合體的 上面還有編號 像這樣子 那這款EX核金呢 也精心給了你一個 像這樣子的一個底座 好 那你可以把這一款旋風斯巴達 架在底座上面 底座使用的這一根呢 是全金屬的 搭配螺絲 鎖在這個底座上面的 所以 如果你沒有 不正常玩的話 這個其實很穩啦 不會斷啦 好 那你可以把整支的 你的旋風斯巴達 後面卡通這邊呢 有一個凹槽 放進去之後呢 很輕鬆的放進去 跟下面這邊做一個結合 各位看到沒有 它這個像這樣子 就是一個好像飛起來的那個動作 然後你可以放在你的 展示架上 或是你的辦公桌上 來做一個展示 我們要這樣子來跟各位看 就不用拿來拿去 因為這個東西呢 我說過 它是合金 單體呢 你可能感覺不到 它的一個合金的分量 但是全部合體之後呢 真的是光是光是光而已 真的光是光是光 這支如果你從樓上 尖尖的地方朝下丟下去 然後整支 往頭上插下去 直接可以整個插到 裡面去 它非常的尖 整個頭這邊真的比王室尖還尖 很尖 這個地方你插去 真的熱去就沒命 一定死掉的那一種 所以各位要小心 這個真的不要在 那個窗戶那邊玩 不然掉下去捅到人 你就吃不了 而且這個東西又那麼明顯 人家看這個東西誰的 那個老店鬼老 那個人頭生的 那你就割賽了 好不好 它真的非常的棒 好各位看一下非常的大支 然後呢 合體結構呢 基本上它是比較還原 當年早期Pubby的那種變形合體結構 只是在細節跟那個玩具的質量上呢 做一個強化 但是整體的變形呢 還是在Pubby的那個 當年Pubby的那個難度 跟那個設計基礎上 所以當然如果你買不到Pubby那一支 真的那個已經價錢飛到銀河系去了 你買不到那一支的話呢 當然這一支 也不要說是退而求其次的參考啦 最起碼呢 如果你喜歡這支機體的話呢 這個東西可以先買起來 因為它價錢跟它以往的所有東西的價格來比呢 這支是便宜的 而且便宜很多啦 講真的 便宜很多啦 三分之一而已啦 所以啦 三分之到四分之一 甚至到五分之一都有 它非常的便宜了啦 所以呢 真的不要猶豫了 如果你喜歡就給它開了一巴 OK啦 那今天這支就介紹到這裡啦 真的很感謝乾爹 感嘆乾爹 讚嘆乾爹 乾爹好棒棒 這款旋風斯巴達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講 真的是這輩子呢 我可能都不會想要去買的東西 因為 第一它價錢太高 第二是呢 真的 我很喜歡這支機體 但是呢 它這支的合金量真的是大到 會怕 幾乎 我說過了整支 百分之七十啊 都是合金 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塗裝 所以真的是 對我這種不喜歡塗裝 也不喜歡合金的人來說呢 這支真的是 從頭到尾沒有地方是符合我需求的 唯一有符合就是它的一個很酷的 以當年來說 真的是非常酷的一個變形合體機構 就這樣子而已 其他真的是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也不能說它不好啦 它很棒 真的是很棒啦 價位來說呢 也沒有到很 目前這一支也沒有到飛到很厲害啦 因為它本來就貴 所以價錢來說是還OK 就是差在 我不喜歡的兩個東西 那當然給你們參考 你們如果覺得 這個幹 超喜歡合金的 那炒合金粉都在修了 沒在怕這個 那就賣吧 真的這支是 真的是鋼鐵殺手 它那個丟啊 真的那個重量 你要拿自己親自拿在手上 你才知道這個東西有多可怕 好不好 OK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其他什麼問題 下面都來幫我留言回覆 當然我覺得這個影片介紹還不錯的 就幫我點個讚 然後分享轉發 然後記得 如果覺得我風格介紹的不錯 就幫我點個訂閱追蹤 開個小鈴鐺 隨時看我發新的影片 然後最近呢 上一支影片 一支影片 又差了很長一段時間 真的是很抱歉 最近呢 事情又開始變得有點多了 因為 一些 公司政策在做轉變 所以呢 可能 最近的事情呢 可能會比較 做事會比較嚴謹一點 所以呢 相對的呢 工作份量呢 就會稍微多了一點點 那當然沒有辦法 工作就是這樣子 OK啦 那當然 一樣 各位如果放假回家 心情如果不好的時候呢 記得 開來我的影片 然後 看一看我的東西 撤球這樣子 當然要跟我聊天的話呢 一樣 下面可以幫我留言 如果覺得 有期待我 下次再開直播的話呢 再跟我講一下 那我下次如果有空的話 再來開直播 跟各位提前講一下時間 我們再來跟各位 一面對面來聊天 好不好 雖然說 可能我就是負責講話 你們就是負責打字 但是呢 會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最近的心情 跟 一些 你們好朋友 各位好朋友的心情 請我們來做一下分析 我們有一些獨到的見解 給各位 不要說什麼心靈雞湯 最起碼跟你朋友聊天 那種感覺 好不好 OK啦 那影片到這裡啦 謝謝各位 到達 到達 谢谢大家